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辰子 今天是12月18号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 乌鸡萨城堡 这是这个地方 现在是日落时分 我们五个人登上去 看一下这边的日落 这边的门票是15 哈喽 走 谢谢他们已经跑到上面去了 这个地方真的好好看 看一下这边是最高的一个地方 整个城市都在下面 太美了 这是什么东西 里面有东西正在往下面运 石头正在往下运 山上的石头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一会上去就知道了 果然是他们在倒沙石 在挖这里的土下去 挖成这个样子了 你上次来的时候这里是石头吗 嗯 这全是石头 这两路都没有窄 我搬过去去那里 那就是说这里 这个以前应该是放石头的 然后这里是石头 石头都被垂下去 打碎了运走了 把这里修了一个宽的平台 好累啊 现在到了山顶了 这里有土耳其的国旗 这个位置看日落是不是特别棒 有点揣啊 有点揣 看一下 360度给你们转一圈 卡帕多奇亚的风景 好开放了 刚刚我们五个人 在这个山东这里都来拍了照 这个地方看日落真的是不得了啊 你们看一下这个风景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钟 山顶上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现在已经关闭了 那我们现在就下来了 这是这个工作人员 他现在正在从山上收垃圾 把垃圾装下来 哈喽哈喽 今天是19号 第二天了 今天是星期六 这是我们住的房间 那今天我们就准备 离开这个地方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白天的洞穴酒店 这个洞穴酒店 之前是晚上给大家看的 可能很多细节看不清楚 我们的这个房间是在二楼 然后在这里就是厨房 然后在厨房的再上面一层 这里就是一个露天的 360度的 可以富兰格雷美小镇的一个观景台 喝茶啊什么的 走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酒店上次给大家说过了嘛 这平时 现在我看他们的价格是400多 然后我们拿下来是500 两天 最后又用300续定了一天 价格非常的美好 现在是早上 我们准备吃个早饭 就要离开了 这里就是厨房了 他们现在正在做饭呢 给你们看一下鞋底切的丝 这个水瓶跟我不相上下 看人家是这么丝可以拉起来的 和萝卜丝 萝卜丝 这个鞋底切了两个小时的 今天一找到就切丝了 跟你的萝卜那个土豆条 还是有区别的 跟我的土豆丝切的差不多 只不过我的更加脆一点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餐厅外面的风景 现在太阳射过来风景正好 你不要放第一张 好了 现在我带你们去楼上看一下 楼上的风景那才是真的一流 先看一下这边 土耳其他们这边 酒店啊 厕所呀 一些公共设施 可能是由于是穆斯林的关系吧 所以还是比较干净的 这就是山顶的休息区 非常棒啊 算是格雷梅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了 可以看到这个风景 这个地方平时的价格是多少钱 我还真不知道 香不香 这个价格住这个地方 看这个风景 这个简直是太香了好吗 哎呀 下去了下去了 今天离开这个地方 也是得亏我们人多呀 那我一个人住这个酒店 我还真是下不去手 好了好了 走鸟走鸟 准备吃饭鸟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这样 说个喜欢视频 点个关 点个赞 我是大城市 拜拜